10月26日,在位于湖北省武丰土家族自治县 于阳关镇的李代言南曲传承工作室内 12岁的周恩部拿出《莽皮三弦》 唱起南曲经典曲目《春去下来》 不久前,这位土家族男孩顺利通过武丰县文化馆 即飞移保护中心的考核 成为当地年龄最小的南曲传承人 飞移传承人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称号 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喜欢这个东西 飞移传承人只不过不会成为我的一种负担 像我们这种青少年应该更大力地来发扬这个东西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传承人 南曲又称思贤 是中国地方小曲中较为古老的曲种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古雅的闲音以及久远的历史 但如今仅在武丰、长阳两个土家族自治县 留有不分南曲艺人 2008年,南曲入选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8年,10岁的周恩部在武丰渝阳观镇小学 参加飞移传承活动时 对古色古香的南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的授课老师正是武丰县级南曲传承人李戴燕 他也一眼相中了课堂上听得最认真的周恩部 于是将其收为弟子 精心传授南曲弹唱技巧 我觉得南曲有一种特别的韵调 而且我个人感觉特别喜欢这种符合古风古味的东西 拜师后,周恩部勤奋自立,刻苦钻研南曲弹奏技巧和演唱方法 保证每周六上午到李戴燕家里学习两至三小时 即便是在疫情期间,周恩部也坚持学习和练习 还经常录制自己练习弹唱的视频发给师傅 经常就在家里每天都练习啊 不懂的就到那个李爷爷那里就学习啊 我就想他在这个南曲啊 音乐方面呢有更多的那个学习的机会啊 只要他喜欢我就想多就是尽我的能力培养他 南曲学习难度系数大 蛇皮三弦作为南曲弹唱乐器的基本配置 一般孩子的手指即使完全张开 也难以达到成年人的把位长度 通过刻苦学习 周恩部不仅掌握三弦使用技巧 还能把被称作南曲三字经的传统曲目 春去下来完整的自弹自唱出来 我们有学在生活有很多作业 但是呢我可以靠平时休息一分钟啊 每五分钟一休息 我每天练一下就感觉不生疏了 周恩部的勤奋套学和在南曲上展现出的天赋 让如今以80岁的李代言倍感欣慰 老人酷爱南曲艺术 多年来除了弹琴唱曲编写南曲音乐新段之外 一直在留心寻找传承人 今年老人又新受了一个小徒弟郭可月 是当地小学的一名六年级学生 谈起南曲今后的传承与发展 李代言与周恩部一老一小两位传承人 异口同声地表示 有责任将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传承下去 不过必须要创新 他们会试着将现代音乐元素与传统相结合 争取让更多人喜欢南曲 吸引更多人来学习 让南曲得到更好的传承 创新是干净 就像现在这个世界级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昆曲一样 好像里面昆曲 我最近听了一下 好像里面有唱跳rap的东西 都由里面融合进去 我觉得我们缺乏的还是创新 所以说创新 在创新的基础上保持传统的东西 这是我希望对南曲的改造